自己換車後的方向燈跟煞車燈 我直接講重點 這次讓我學到所謂的平角跟斜角 以這顆燈泡來看 兩邊突起物它就是一個卡榫 然後維持一個水平 這個就是平角 好 接下來就是看這個燈座的卡榫 這個就是斜角 有沒有看到這個孔跟這個孔 不是平行 所以它叫斜角 再讓你們看清楚一點 就像這張圖 右上角就是平角 就是跟圖片這個一樣 然後斜角它就是會長成這樣子 還沒換之前有查過資料 網路上寫說方向燈要用斜角 煞車燈要用平角 所以啦 我犯了一個錯誤 我都買到平角 但是這個都可以解決 確實在換的時候 平角的燈泡 確實塞不進去斜角的燈座 不過我的經驗就是用工具 把另外一個角剪掉之後 就可以很順利的裝上去啦 也不會輕易脫落 那這樣就可以插進去斜角的燈座囉 雙碗測試過腰晃它其實也是蠻緊實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 剛好想要換兩個燈泡 你可以買這個156A 然後是平角黃色的燈泡 一次可以換兩個 然後兩個才220塊喔 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重點就是 在你第一次換車燈的時候 第一次拆開的確有一個卡榫 非常的緊 後來看到幾個方法 其中有一個最吸引我 就是用膠帶 因為膠帶有一些彈性 所以就比較不用去擔心 不小心破壞車燈 首先打開後車廂 你就會發現 左邊會有這種黑色的卡榫 往下一扳它就會下來了 再來就是看到這個白色的卡榫 一開始比較緊 所以你用工具先把它擰鬆 然後再用手把它鬆開 就可以把它拿下來了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 是在更裡面 然後其實用手就可以摸到 那我的經驗是 用手就可以把它擰鬆了 那一樣擰鬆之後 把它拿出來 你就會看到這兩個白色的卡榫 接下來就是要拿下這個黑色的卡榫 跟著我的拇指去壓它 它就會鬆開 然後輕輕的把它取下 因為它裡面也有一個比較長的卡榫 所以拿下的時候不要太用力 好啦 重頭戲來啦 就是如同畫面上看到的 我們把白色的卡榫拿掉之後 後車燈就會像這樣子很鬆了 不過大家有沒有看到 前面有一個卡榫非常的緊 所以我們就是要利用工具 那我就準備了膠帶 好 就如同把膠帶撕開長一點 然後再把它揉成一條像繩子的狀態 再慢慢的往縫隙把它塞進去 記得就是塞到 你有感覺到卡榫的位置 我的經驗是一條一定會斷 所以記得多塞幾條 讓它們團結力量大 好 重點來了 就是塞滿之後 你在拉扯的時候 你會覺得會不會把它拉壞 但是別擔心 因為第一次真的會比較緊 所以你方向對了跟力道 這樣子慢慢拉拉拉 最後一個用力它就會下來了 好啦 這樣就可以輕鬆的取下來 那取下來呢 看到畫面有沒有看到這個位置 都給你方向燈跟煞車燈的位置 給你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怎麼去換 那接下來取下燈座或燈泡 記得都是把它轉開就可以了 一般逆時鐘轉開就是鬆開了 好 那大家知道為什麼 我要把斜角跟平角放在前面講囉 因為最後的步驟就是 不管你是斜角或平角 你就可以安然的把它插進去 然後就像這樣子 你就已經更換好了 最後也不免俗用一個 before跟after的照片 看到故障燈不見 心情就非常的爽 視材下煞車跟方向燈 欸 看一下 完全的都可以使用了 而且都沒問題 自己換車燈 真的是省錢又有成就感 分享給你 也分享給你需要的朋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